Hello 各位朋友 歡迎回到台灣家庭在德國 今天這一集是我們的秋假出遊Vlog的第一集 主要是開箱我們在哈茲露營地所租的一間小木屋 还有带大家看一下那个露營地的其他设施 今年德国的秋天似乎比往年还要冷 我们本来打算租露營车去露營 可是因为现在的气温只有5-10度 如果是租露營车的话 可能要在车上开暖气的时间会很长 所以我们在出发前两天 决定改租小木屋 我们从汉堡开车到那个露營地 其实只要两个半小时 不过因为小孩子需要上厕所跟休息 所以我们就来这边吃一点东西 当做是午餐吧 姐姐选了这个里面包有奶油的Pretter 就是纽结面包 可是我觉得里面不要包任何东西比较好吃 底底的就是原味的 蛮多台湾人都蛮喜欢吃纽结面包 它就是Loggen系列的 有Loggen Brochen,Loggen Steiner 跟这个Loggen Pekete 大家如果来到德国旅游 像我们这样子来到这种高速公路的休息站 要记得先去上厕所 因为那个厕所是要付费的 然而那个付的费用的收据是可以在这边抵消费 这样感觉在这边上厕所就没有那么贵了 如果没有要买东西也先不要把那张收据丢掉 因为那个在全德国的休息站都可以使用 说不定你在下一个休息站就有可能想要吃东西或是买东西呢 关于德国的高速公路休息站 我之前有做过一集影片 还没有看过的新朋友可以去参考一下哦 在这支影片的说明栏或是智琳留言里面有它的link 好不好吃 我们现在来到高速公路旁边的休息站 然后喝杯咖啡 这个咖啡颜色 好漂亮 蛮的不可以扯在这里 哇好肥哦 那不要那我就根本没有可以吃的了 在德国春夏秋冬都有放假 今年的秋假我们汉堡放的是从10月4号放到10月17号 总共是两个礼拜 德国总共有16个联邦州 这16个联邦州的春夏秋冬的假期会放的日子不太一样 这是Reception 好我们要先来这边报到 阿妹的到翁呢 像我们姐姐的长迪老师他们住在Chilesbicholstein 就是我们的隔壁州 有时候他们会先放假 然后他们放完才会变成我们放 或是我们比他早放那也是有可能的 我觉得这样错开放假的好处就是 大家出去玩的时候才不会变成人挤人 我们是在他的网路上订的小木屋 然后现在来报到之后除了拿钥匙之外呢还会交一个度假税 这次来到狗斯拉一样也付这个度假税 就是大人的话是6.9然后小孩是不用钱 然后付了度假税之后他会给你一本这个他所有的一些活动啊 博物馆啊餐厅啊的一些折扣就是你如果有这个票的话 除了这个折扣之外所有搭交通运输工具 比如说你看到公车就可以跳上去坐就是不用钱的 我们在露营地嘛就是付给露营地的主人 然后如果你是住在饭店的话就是付给饭店 刚刚在reception他还问我们早餐有没有要订购bro茄就是小面包 因为德国人他们早餐还蛮习惯要吃那个bro茄 我们是打算去狗斯拉的市中心吃早餐 所以我们都没有订 然后很棒的是他的车位就在前面这里 然后小木前面还有一个很大的草坪 然后前面还有桌子这个就是我们的小木了 然后他是新的新盖好的 我们的房子名字叫做Jolin 滴滴 超好的 这个是小朋友的床吗 上面有灯 还有Nespresso 还有Nespresso的机器 对 然后他还有那个电炉可以煮东西煮泡面 还好我们有带一点泡面 对 然后这边还有这个 然后的确都有 然后这边有一个木柜衣橱 然后这里 我跟迷迷睡的地方 哇 沙发床 这也不算沙发床 IKEA常常看到这种床 还有一个电室 还有一个桌子 我的拖鞋 我的拖鞋 这边有一个小厨房 弟弟睡在房子 你睡在地上 不然掉下来 他都会滚下去 这边是咖啡机 烧水 他会滚下去 他要睡在地上 他会滚下去 爹爹你睡在地上 OK 你睡在地上 有这个吗 哇 他这边的 葛序儿都有耶 有 餐具 还有这个电磁炉耶 还有锅子耶 电磁炉可以煮火锅 这里这个是可以拉出来的 好棒 弟弟你 你还没有什么力气拉 这里是冰箱 然后还有冷冻柜 这里是放鸡蛋的 哈哈 好可爱哦 这真的设备很好耶 我很想 所有的碗啊 都是一组一组的 这碗还可以吃泡面耶 超棒的 然后还有煮的水 然后连这个 鸡蛋杯都有耶 这是放鸡蛋的杯子 然后水杯跟咖啡杯 然后这里还有开瓶器 剪刀 两种开瓶器 两种开瓶器 真的很棒 我来看一下厕所 哇 厕所还蛮大的耶 你看这个 这是暖器 开了之后可以挂毛巾 然后这是冲澡的地方 这是可以拿下来的 这个你就可以冲澡了 是的 谢谢弟弟 然后有个可爱的小窗户 然后这里有洗手台 洗手台 洗手台下面是 洗手台 洗手台 下面是 卫生纸跟 垃圾桶 然后有个小镜子 這邊有插頭 然後那邊有刮浴室的刮刀 那個刮刀超重要的 那個我們家也是每一間浴室都會有 我要洗手了 然後這個暖氣啊 你把浴巾或毛巾放在上面 洗完澡的話就會有暖暖的毛巾可以用 下面記得要打開才會有熱氣 這裡沒有栽的 有 我們自己有帶 對 然後這個是可以調左右的 我覺得這樣很好 不是像英國會要冷熱分開 把行李先拿進來 然後這邊有一個小桌子很棒 可以在這邊吃早餐 前面有個草坪還蠻大的 然後這是我們的車 還有旁邊的鄰居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Hars Camping 看這上面有山 其實就是小丘陵啦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小木屋 然後這邊還有一些是開露營車過來的 然後我們現在要趁著天還沒黑先出去買東西 超多星星的 但是我拍不出來 寶寶 寶寶 哇 又回到我們溫暖的小木屋 哇 姐姐拉出來了 然後窗戶也是拉簾欸 然後窗戶也是拉簾欸 可不可以有個人去另外一邊 上面有燈 然後我已經把窗簾拉起來了 是窗戶 我們都覺得這個小木屋的室內規劃設計得很好 它的動線很合理 然後大人小孩不會互相干擾 而且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但是又不會小到非常的擁擠 每個人的物品都有適當的空間可以擺放 這是我們現在露營地的地圖 它叫做Hars Camp Goslav 然後地址在這邊 電話在這邊 可以到到網站上看 因為它是一個新的露營地 也是一樣什麼都有 然後這邊是Reception 從Reception開過來 黃色的這邊是露營車 然後橘色的其實也是露營車 只是說是托拉式的露營車 然後這個是Dawa 就是長期租用的露營地 然後我們是在這一區小木屋 它只有十個小木屋 然後這個一跟二呢 它叫做Slav Pots 它這裡面就只有房間而已 不是像我們這樣有衛浴 就一打開門就是一個床 Comfort Pots就是小木屋 這邊還有是搭帳篷的在這邊 然後我們的後面剛好就是公用的洗澡間 等一下會帶大家看一下這個公用洗澡間 迪利 今天有沒有開心 這是偷去外面洗嗎 是的 這邊 就是給他們沒有衛浴設備的 或是搭帳篷的人可以來這邊洗澡 這是我們的小木屋 然後那邊大概有十個小木屋 然後旁邊那邊都是露營車 然後再過去那邊是有搭帳篷的區 這邊都是露營車 這邊還有一個盪鞦韆 然後這是公共的澡堂 等一下會帶大家去看一下裡面 我們的小木屋出來就是有溜滑梯跟盪鞦韆 然後還有吊單槓 還有晚煞的地方 這個如果有髒東西可以拿來這邊衝 然後我們現在要進去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秋天的DECO 這邊是乾濕分離 可以把東西放在這邊 然後進來洗 只是說它那個是 從上面衝下來的 就是沒有辦法 是有蓮蓬頭這樣子 每一間都差不多 所以看起來是沒有時間限制 然後這邊有一間 這個就是有蓮蓬頭的 這間還蠻好 只是說好像沒有放東西的地方 然後外面就有很多洗手台 然後這裡有吹風機跟鏡子 設備都很新 洗手台都非常的乾淨 那邊澡堂下來之後 那邊就是丟垃圾的地方 一樣要垃圾分類 然後這裡是 那邊是洗碗的地方 這裡是洗衣間 都是Miller的洗衣機 然後要投錢 所以說要洗一次的話是兩塊錢 然後只能投這種50泉的 投四個 這邊還有一個公用的廚房 煮水壺跟這個很小的爐灶 也是營燭窗的 這邊有個小桌子 然後這邊就是洗碗的地方 這邊是洗碗的地方 然後這是他們露營車要到那個 的東西的地方 然後這裡很特別是 給狗狗的洗澡間 可以看一下他的細節 是他們這種睡石地 然後這邊是睡墓穴隔開 每一間的小院子都是草地 就有種一排樹 把它稍微圍起來 每一間都一樣 然後這邊是我們的小木屋 其實還蠻可愛的 然後每一間小木屋 旁邊都有停車的地方 是睡石地 然後這邊有一點點 高起來的地方 這邊有個terrasse 然後這裡有一個小小的 算是7樓吧 如果有下雨下雪的話 有一點點可以擋著 然後每一戶的門口 也會有一個小燈 接下來我們還會在這邊待好幾天 主要就是要來拜訪這個美麗的小城市 叫做Gosla 這邊離漢堡開車要兩個半小時 也不算太遠 我跟老公已經是第三次拜訪了 因為我們的旅遊習慣 一個地方就算再怎麼好 我們也很難再去第二次 因為這個世界上有太多美好的地方 都還沒有去過 然而這個城市會讓我想來第三次 可見我對它的喜愛 明年它就要慶祝建成 1100週年的生日了 也許我們明年還會再來拜訪呢 那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